字幕提供 佩洛西訪台和中共橫台軍演吸引了更多眼球 北戴河會議似乎都沒有那麼神秘了 台海危機升級,中美關係惡化 清零防疫損害經濟等一系列危機 估計都是北戴河會議爭論的議題 但真正的目的都是為了能對二十大人士報告產生最大的影響力 今次的北戴河會議不得不面對前所未有的三大難題 第一是中共最高領導人的任期,第二是接班人的選定 這兩個難題導致第三個難題 即卸任的中共領導人如何繼續保持影響力 時事評論員中原8月8日贊文寫說 中共政治局常委7月31日集體參加建軍節招待會後 已經集體人身一周,估計全部在北戴河 多日來,中共黨媒無法報導中共高層的活動 但始終將宣傳習近平的文章放在字頂大頭條 普洛西訪問台灣、中共橫台軍演、張美反制等鬧得沸沸揚揚揚揚 但從未成為中共黨媒的頭條新聞 一周來,宣傳習近平在省部級幹部研討班 講話的五篇系列述評 連續刊登在人民日報頭版最顯眼的地方 8月7日的頭條 完成了中央軍委辦公廳印發通知 要求解放軍和武警部隊認真組織學習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四卷 連任無疑是習近平的頭等大使 一般認為,中共內部已經沒有人可以阻擋習近平連任 白大河會議更多的是其他人士安排的爭奪 不過,習近平要繼續連任 打破了毛澤東死後 中共最高領導人跟跌的新規矩 此次北大河會議或者沒有人真的可以阻擋習近平連任 但習近平再造五年是否還要連任 甚至變成終身制,卻不可能被忽略 習近平上位後,雨桿、針派的內鬥 堪稱身死之戰 習近平通過反腐,搬倒了一個個桿、針派官員 也得罪了大批人,若想保命只能逃亡連任 桌面上的反習派官員基本被淑清 黨內也沒有人敢對習近平公開發起挑戰 接班人沒有被及時安排 二十大最高領導人的跟跌失去了他的選項 任何派別都沒有神力推出可以參與競爭的候選人 中共內鬥雖然越演越烈 但保黨、保政權的最後底線不臨破 在習近平連任的問題上 也沒有任何派別真敢與死網破 最終不得不接受 不過,習近平只是再連任五年 還是可以無限期連任 勢必會成為北大河會議討論的話題 中共最高領導人是否恢復終身制 這應該是北大河會議從未遇到過的難題 北大河會議最早起源於1953年的北大河辦公 中共領導人哪休假哪辦公 當然也會召開各種重要會議 那時候無掌控一切 也沒有所謂的中共元老 文革期間 北大河辦公中斷 1984年又恢復 當時胡耀邦是中共總書記 趙紫陽是中共國務院總理 但實際掌握大權的是鄧小平和一幫中共元老 還為此成立了一個中央顧問委員會 簡稱中顧委 1985年開始 中顧委的元老們下季也集聚北大河優養 元老乾淨的北大河會議正式登場 2003年 胡錦濤上任後 中共曾一度公開宣布 中央機構不得再到北大河辦公 但非正式的北大河會議實際從未終止 胡錦濤卸任時 並未留下多少影響力 團派官員的升遷也很快受了 中共第一代元老基本上都不在了 紅二代、紅三代門的影響力迅速下降 如今真正能夠在北大河會議上發表不同言論的 主要是過去20年內 赤任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們 乾、真派系 當然也有胡錦濤、溫家寶、朱鎔基 錦釀與乾、真派對立的人 還有個別派系不明顯的人 他們對習近平的影響力越來越有限 習近平實際也不會聽他們的話 還抓住了不少人的小編子 但他們發出的種種質疑聲音 仍然能影響不少人 習陣營不得不認真對待 儘管沒有人能擋住習近平連任 但參加北大河會的人應該通過種種質疑 盡量壓低習近平的威望 以影響20大的人事安排 包括接班人問題 以確保對未來5年保留一些發言權 7月27日,習近平在省部級幹部研討班上發表講話 只提出了未來5年口號式的施政綱領 但沒有展望未來10年 卻描述了過去10年中共內鬥的驚濤蟹浪 習陣營應該為了降低連任的難度 只提再連任5年 迴避了是否可能終身連任 但同時也引出了接班人的問題 若習近平在北大河會議上承諾只是連任5年 必必要對接班人做出安排 參加北大河會議的人為了延續影響力 應該會提出類似的問題 儘管習陣營為了展示強硬 在台海鬧出了大陣仗 但也知道沒有絕對實力擺平黨內國派 估計試圖迴避習近平終身制的話題 以免惹出更大爭議 不過迴避接班人問題 就等於公開了習近平準備終身連任的想法 遭遇的阻力也勢必增大 原從慶市委書記孫政才被打掉後 接班人成了黨內的禁忌話題 再沒有人敢若若勇士地競爭接班人的位置 但接班人問題是此次北大河會議要不過的話題 若習陣營為了連任 不得不接受選定接班人 將成為20大人士安排的最大變局 若北大河會議在接班人問題上繼續無果 將意味著無人再能阻止習近平終身連任 北大河會議也再難產生真正的影響力 北大河會議之後 在20大之前 應該還有一個19屆七中全會 這也是這屆中央委員的最後一次會議 屆時不誕生的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人選 需要最終確定 新一屆的中央委員歲上歲下 也會大致確定 8月、9月、10月 時間已經相當緊迫 各方需要在北大河會議上達成大部分的妥協 否則19屆七中全會可能亂作一團 20大更難勝利召開 對外的戲就無法演了 習陣營應該希望盡可能地提拔自己的人馬 其他派別則會千科百計地阻止 各方都不得不做出妥協 參加北大河會議的人 應該希望新一屆政治局常委 能選保持對習近平的某些約束力 大概最簡便的折衷辦法 就是讓某些現任政治局常委留任 習近平突破了連任慣例 其他人也有留任的理由 李克強、汪洋都有理由留任 或者還會得到各派的支持 江、曾派應該全力支持趙樂際留任 胡春華約被選定接替李克勤出任總理 將成為第一個確定升任常委的人選 城下的位置 習陣營是否能全拿 各方應該會激烈各族 包括習陣營內部也會各族 政治局的人選也是一樣 誰能夠上任 業績、才能當然並非真正的衡量標準 到底對哪個中心村是最關鍵的考量 民生經濟、外交等問題 會被拿出來說事 但主要用來攻擊對方 或為自己辯護 中共所說的選政自將 與正常的治國理政毫無關係 北戴河會議是中共權貴 內部分割利益的秘密聚會 現任當權者正努力降低以往卸任者的發言權 卸任者們拼命要保住僅存的影響力 相當多的難題面臨無解 北戴河會議不可避免地成為一場亂局 也反映了中共政權導致的一系列亂局 現在中共內部沒有人可以帶頭擺脫困局 不但朝中無人 而且後繼無人 曾任逆經亞洲中國之局長的資深記者 鍾澤克爾可聞表示 若中共真是擋下了佩洛西訪台 那習近平將會以勝利者的姿態出席北戴河會議 但由於中共長期操作民族主義 鍾澤克爾認為 很多中國網友希望政府對佩洛西訪台 展現出強硬的態度和行動 中共的作為卻讓他們感到失望 這樣暴露了中共的弱點 以為憑著洞下就能達到目的 結果卻導致中共的威信和顏面進失 8月6日 《人民日報》刊登一篇文章 團結才能勝利 奮鬥才會成功 論何習冠設習近平總書記 在省部級專題研討班上還要講話 時事評論員楊威贊民評論 此時黨媒突然大談團結 不就等於北大河內部不團結 顯現中共內部派系鬥爭相當厲害 中共對佩洛西訪台的反制似乎是生生來遲 8月5日中共外交部宣布取消 三項中美軍事溝通機制 暫停五個中美合作項目 在此之前 拜習通話先過了一週 中美關係就迅速惡化 中共黨媒懸要的宣傳中美合作 援手外交 為習近平連任的造勢計劃也只好作罷 楊威表示 中共對佩洛西是否會訪台 很明顯又是內部一次嚴重誤判 中共在事前對此高調的態度顯得過於樂觀 他們可能認為高調反彈就會使白宮介入 進而勸了訪台 楊威認為 中共應該沒有認真準備可能訪台的秘案 導致操守不及 楊威說 這些準備不足也可能是因為北戴河會議的開展 導致無瑕顧及 因此在8月2日佩洛西降落後 中共軍機只是象徵性地進入台灣西南防空識別區 顯得準備不足 直到佩洛西離開後 新華社在半夜才臨時宣布環台軍演 楊威在文章結論表示 中共對佩洛西一事誤判 為了避免難堪只好大動作反制 那導致中美關係、中日關係反而進一步惡化 中共高層可能知道此舉不明智 但為了應付不戴河會議上的激烈內鬥 卻不得不出此下策 楊威認為 美國對華削減關稅一事可能告吹 拜習會可能很難再談 《加州》 《加州》